郎平压力大,新人不给力,只好从新大洗牌,两人被赋予重任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中国女排的影响力就传播到了大江南北 让更多的观众关注起了这个体育项目 三年时光已过,今年又再次迎来了世界杯和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到来 任务非常的艰巨,而且作为两大赛事的未免冠军 不仅要面对各国队伍的巨大挑战,还受到新老球员接替期间并不顺利局面的困扰 近几年来,可以算是只有李莹莹进入国家队训练后有着比较好的成绩 其他小江和新人虽然得到了机会,但是最后几乎都被否决了 在新人们不给力的情况下,郎平面临的压力空前的巨大,只好重新大洗牌 这两人被赋予了重任来解决接应位置的燃眉之急 接应位置是目前郎平最为担忧之一的一个位置 虽然有着主力接应龚翔羽的坐镇 但是他本人也还是需要更多的大赛洗礼和技术上更多细节的把握 另外一名老将曾春雷虽然还活跃在赛场上 但是他的能力已经非常明显的出现了整体的下滑 郎平的担忧也是合情合理 来自山东女排的杜青青可以算是郎平在今年看中和被赋予重任的一名小将 在众多新人相继退出集训之后 只有杜青青一人还留在集训的队伍中 可见郎平对他的希望非常之大 他能够成长到怎样的程度 就要看他今年的表现了 相比于龚翔羽来说 他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而龚翔羽也是在里约周期时经历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洗礼才站了起来 杜青青的训练中的付出能否有所收获 就要看他今年在世界女排联赛和奥运资格赛 甚至是世界杯上的表现了 而为了更好的应付时刻变幻莫测的女排格局 郎平也尝试着做出了改变 向主攻位置的刘彦涵改打接应 来自八一女排的刘彦涵 在主攻上的实力还是不如明面上的几名主攻 他想要在国家对战稳脚跟确实非常的艰难 曾经也有过客串接应位置的他 在郎平的安排下进行了改打接应的尝试 接应不仅能够给队伍带来保障的作用 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得分点 出身主攻的刘彦涵含有着出色的进攻能力 这是新人杜青青目前无法比拟的 但是他也有着跟李莹莹一样在保障能力方面很欠缺的练势 他想要成功的进行转型 在国家对接应位置缺人的时候站稳脚跟 要在保障能力方面做出巨大的训练和改变 如果他坚决的改打接应 之后到来的是联赛和奥运资格赛 以及世界杯都是磨练球技和发挥水平的良好机会 可以说前途非常的光芒 世界杯和奥运会带来了无比艰巨的挑战 外国队伍也是天才辈出和快速成长 这两大压力之下郎平只能做出改变和尝试 在做足了备战的情况下也不能落下为中国女排培养新人的长远打算 郎导您辛苦了 新人们还需加倍努力 中国女排加油